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沒有至少一個十年 又談什麼念念不忘 十年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日子 每個歌手的十年 大家的處理或者所謂慶祝的方法都不一樣 我入行的第十年就是我拍《殭屍》那一年 我基本上這個十周年 躲在片廠裡拍了一部電影 當我拍完《殭屍》之後 就繼續衍生 之前在Y concert 做嘉賓的時候 大家提及過想做一首叫《念念不忘》的歌 這個計劃 只是去做一首歌 可能它未必打動我 我想有故事性 我想探索更多 所以將《念念不忘》變成了一張專輯 用整張專輯去講這個世界 這個男生的世界 我就覺得是很有趣的地方 從《念念不忘》 從《念念不忘》 其實大家從這個男生的口中 已經知道了他的版本 我很想有不同的角色 去講同一個故事 但是另一個版本 其實當我邀請他們合作的時候 我想他們演沒一個角色 我想聽多些他們的視點 例如羅生門 就是在講一種天大的誤解 他是很落幕的 講回十年前 我們之間的相處 他最落幕的地方就是 其實大家不是不喜歡大家 大家沒有一起 才發覺到原來 其實大家從來都不了解大家 這種所謂猛 我覺得是 天天都會發生的 情侶之間的一些猛點 所以你說它是否一個 純粹虛構的故事 我又覺得 其實它是有些 有些道理在裡面 人與人之間相處 我覺得是比較奇妙的 是否浪漫 其實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 我只是相信 你在一個黑暗的地方 畫一枝火柴 其實它的光是來得強烈 你在太陽底下畫一枝火柴 我很相信這個 理念的時候 我創作的東西 對大眾來說 就覺得好像很暗 或者很極端 但我覺得 我就是想講一段 很真摯的感情 所以這個世界才要這麼灰暗